PS5怎么手动备份 把PS5数据备份到移动硬盘上 最好有一个速度比较快的移动硬盘 PS5的备份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用的是港版或者日版的机器 可以给国行机器的同学做备份 然后让他去恢复 这个现在也是买卖 没做一笔大概10块钱 比如说你的机器坏掉了 在坏掉之前你可以做一个备份 把重要的数据备份到硬盘上 等机器回来之后还可以手动恢复 首先进入设置 第一项系统软件里面 找到备份与还原 备份您的PS5 然后它会检查你机器上存在的东西 经过漫长的等待 现在是这样的 右侧红色的是硬盘 现在备份的数据已经超出了硬盘的容量 左侧第一个是游戏和应用程序 83个G 这个没有必要 取消构选 这样右侧就剩余了50个G 因为像这些游戏我们还可以手动下载下来 第二个是保存资料 这个我感觉像存档 18个G 这是可选的 下面是截图和影片 176个G 这个也没啥比 重要的都已经转移走了 最后还有一个设定 186帧 那我指备份保存资料和设定就可以了 点击下一步 PS5将重新启动 大概是18.28G 确定备份 重启之后开始备份 现在正在写入硬盘 备份完成 一共是18.28G 一共是18.28G